陈旭元惹上大麻烦 或严查国足两名球员 权威媒体称 这次为国足担忧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点曲 九点曲咱们聊九点 在视频中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国足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我们扬正传 国足对战越南的比赛已经结束 而国足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耻辱一战 对战越南队60年不败的记录是被终结 而范志毅更是表示 国足的脸都不要了 一时间是冲上了热搜 而范志毅还表示 国足输给越南队不是实力不小 而是精神层面有问题 甚至现在有人怀疑 国足根本就是不想赢球 全文媒体足球报记者陈勇说道 国足的老队员比赛欲望令人担忧 势力要进行更新换代了 对于很多人表示要严查国足的两名球员 是不是有故意输球的嫌疑 也就是球迷俗称的演员 而无外乎有三个想法 就是怕受伤怕担事怕责任 怕受伤可以理解 万一受伤了回到中朝就无法比赛了 就拿不到工资了 职业生涯就回了 怕担事和责任 说白了就是怕球迷骂他 而没有点担当 怎么能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呢 对于这样的球员来说 对战越南队有两人是有巨大的嫌疑 首先第一人就是王申超 对战越南和日本的比赛 解说也是表示 为什么总是王申超呢 总以说明王申超粗糙的球迷 球迷都称呼他为超额 而关键时刻送点球 关键时刻防守漏人 是必须要严查的 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怕事 其次就是国族的队长 无锡 其实球迷也是发现了 无锡作为国族的队长 采访表示天天吃海参 据说一年无锡在国族吃海参 就在几十万 一年就要吃掉七百根 而且无锡很有心得 那就是要饭前吃容易吸收 一看无锡就是没少吃 毕竟免费天天吃海参 这事八百年都碰不上一次 不得不说多吃一点 身为国家队的队长 养生的知识是真不少 而其次无锡在越南队躲球的事情 被黄建贤怒称是胆小鬼 而赛后无锡接受采访 也是一脸无所谓 输了就是输了 而且还笑嘻嘻的 没看见半点失落的样子 现在无锡吃海参躲球 在国际赛场上踢养生球 确实应该彻查一下了 到底是收了谁的钱 给海参打广告 那大家总观看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一下 关注按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